現在派黨的邏輯就非常荒謬了 是不是 其實政府派黨很簡單的 如果他說要照顧香港的市民 就是所有退稅對差響的人 退滿六千就沒得退 跟著其他的餘額 就是說那幾百億退稅對差響的 就拿回來給其他人 我計過已經足夠每人六千了 這個完全是錯了 還要用這麼高的行政費用 這個林鄭月娥不是壞了腦 他絕對是壞腦 小弟 在2012年12月7日拉布失敗 那個蔣新津雙倍無審查 到現在 沒有下文 現在都不是議員了 當日很多保皇黨 就說提高那個審查上限 五十萬、三十萬不一而足 或者蔣麗芸最厲害 就說喂 降低他一起派 其實這個都是今次 整個派錢方案的漏洞 既然間你覺得 是民粹的 那為什麼有錢的人要通派呢 沒有錢的人才拿差額呢 還有些人永遠都拿不到那些東西呢 所以林鄭月娥 是完全不用心的人 是完全當香港是乞衣 她做特首的時候 見到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妹的 有個女人在這裡 在這裡乞食 她拿了五百元給她 非常之慷慨 你現在當香港的老人家是什麼 第二 就是 香港的貧窮 又是由她兩個來的 林鄭月娥加羅志剛 一個就用整筆個撥款 黑洲求劍 令到福利機構 沒有辦法去擴闊服務的範圍 以及增加服務的力度 縱緩標準 二十一年不調整 那你有什麼辦法 不是窮人 尤其是老人家 是受害 講到這裡 我的病 在這裡有一顆 昨天我坐在地鐵 很囂張 有位六十多歲的女士 過來給了三顆糖果 我 這三顆 他沒有說話的 每個人都看著他們做什麼 你是不是覺得長毛很慘 他覺得很慘 很囂張 徐先生 徐副局長 這三顆糖果給你 我告訴你 這位女士 如果你看到 今天你跟我聯絡 這三顆糖果今天跟你出了氣 還有要打倒一黨專政 就是保皇黨加政府黨 收到共產黨專政 成功 再次